大家好,我是微笑生活的韋韋 因為我在網路上看到了29,900到土耳其旅遊10天 手太滑,我馬上就給他訂了起來 到底值不值得,是不是有炸? 讓我們一起看下去 他就整頭掉下來 歡迎來到土耳其 我們來到伊斯潘寶了,終於 我們飛多久?大概2個小時 轉機3個小時,再飛11個小時 所以是2、3、10、16 16要扣5 好,沒關係,反正我們接下來要等到第一站 第一站要去的是清真寺 好奇葬,應該吧,我也不知道 我們現在是在排隊 我在排隊的空檔買了一個芝麻餅 它叫西米 這之前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啊,它是它傳統的一個食物 它外面裹了非常多的芝麻餅 然後我烤的 這個大概10塊 折合才必要是13塊左右 它可可啊 它很像 德國那種 還沒飽 然後很多很多的芝麻 它是 鹹鹹的不會甜 很香 鹹鹹啦 接下來就是我要吃的是肉桂捲 肉桂捲看起來蠻多料的耶 上面還有一些細菌 嗯,好乾喔 有水沒關係 但是它,它不會很甜 但是它不能叫肉桂捲 完全沒有肉桂捲 它好像是芝麻醬捲 那種小時候大餅那個花生的 對,好吃耶,真好吃 聖索菲亞大教堂 往日帝國榮光與歲月 更是土耳其歷史中 最重要的建築物之一 進來像這樣的清真寺啊 都要記得脫鞋 是D12 少女生要記得戴個頭巾 像這樣子包起來 哇,進來後 我覺得好漂亮喔 天啊,1500年的建築 我覺得他們很嚴格啊 像前面這一區 它是只有男性才能往前 女生是沒有辦法進去的 1500年前最高的一個大型建築 超美的 很多金箔 銅器 跟很多的燈 我覺得看起來有點像是 我們去那個北海道 那個消子咖啡館的感覺 很像 藍色清真寺 土耳其的藍色清真寺 神聖壯 結合的美學 真的是太美了 藍色清真寺呢 它其實外觀是灰色的 但是它裡面呢 是用當地的藍眼睛 藍色瓷磚所蓋的 所以它看起來 就會呈現一種藍藍的光澤 接下來內部的細節 那基本上呢 他們的聖坛啊 都是朝賣家的方向 我們來吃第一餐的土耳其餐 有個熱熱的春捲 嗯 它好像有起司欸 嗯 然後也是有沙沙醬 吃一個好不好 嗯 好吃 好吃 其實給我超多這種小千菜 嫩嫩的馬鈴薯的龍菜 公仔厚的能吃吃 能吃不能吃就算了啦 哈哈 菜不出什麼東西 但是更好吃的 都是酸酸 滿開胃的那一種 涼的前菜 來喝喝喝看龍湯 吃龍湯很重的一些油味 雞肉飯 它自己會一定 哇 這個雞很嫩欸 這個雞很好吃欸 我沒有浮誇 它真的好吃欸 它有看它的那種排香 好吃 好啦我們到了晚餐的時間 因為我們的趕車啊 要趕大概四百多公里 從伊斯坦堡到班洪花城 所以我們現在呢 到一個很簡單的休息站裡面吃吃 而且這休息站很酷喔 它隔壁賣很多衣服 是世界各大牌 大概就是三百塊五百塊 六百塊這種價格 現在給大家看看 今天好像是這種肉餐 羊肉嗎 牛肉 肯定不是豬肉 蠻好吃的欸 好像醃過鹹鹹的 土耳其吃烤肉好像都不太會錯 吃餐看起來沒有很貴 大概是一百八左右的 土耳其餅 晚餐的時間 我們設了一個非常甜的 土耳其小點 一起喝了一點酸奶 繼續嘗我們的下一站前進 我們要前往的是最美麗的山城 番洪花城 這個被聯合國評選為 人類文化遺產城市 最完整的保留二圖曼時期的面貌 我們現在呢 開車已經前往到了 番洪花城 今天晚上住的阿 聽說是紅頂商人住的房子 阿這間房子超可愛 那因為我們是旅行團嘛 所以我們是用抽鑰匙的方式 每間房間的風格都不太一樣 我覺得跟我之前在摩洛哥住到的很像很像 我要先帶大家來簡單的看一下我們的房間 首先呢有兩張床 一張是雙人床 一張是單人床 所以可以是三人房 我們房間有一個小角落 非常的可愛 還有一個壁爐 然後有些小小的鏤空裝飾 但我覺得這個房間有點可惜的話 就是它分為燈 如果是黃燈的話 我覺得更好 來看一下廁所 說中 在衣櫃裡面的廁所 因為他們說以前阿 這房子裡面其實都沒有廁所的 以前都是到那種公共的澡堂去洗 那所以呢 後來這房子都是改裝 有一個小衣櫃的廁所這樣子 很簡單的那種 有一個很小台的吹風機 基本的一個 像沐浴爐的東西 衛生紙 馬桶 真的非常的小 廁所大概是香港的尺寸 因為畢竟是改裝後來加工的 所以原本的房間的尺寸就這樣 它就只能做這個尺寸 我覺得還可以啦 幫大家配有毛巾 拖鞋 那重點是呢 像土耳其這邊阿 他們提供的都是杯水 而不是礦泉水 一人就可以 起床以後 我們就趕緊去用完早餐 接著我們就趕快抓緊時間 到處去看看 在我身後阿威家 也是在1942年 翻紅花城滿有名的一間店 賣一些像玫瑰純露啊 或是軟糖 可以試吃 我覺得還不錯喔 這個是土耳其軟糖 然後選的是有堅果的 我就說這種東西要試吃過比較好 喔 好Q喔 淡淡的椰子味 它不會很鹹 不會很甜欸 它不會很甜好吃 我覺得我們可以買一點點好不好 好 Much Thank you 耶 翻紅花城的公共浴場 現在呢 在翻紅花山城的製糕店 然後這邊看過去 每個屋頂都是紅紅的 超漂亮 然後它是那種有點 羅馬式的建築 有點公門 我覺得跟在德國看到那種建築很像 我覺得超級美 很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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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要前往的地方是安卡拉 土耳其的首都 僅次於伊斯坦堡 是全國第二大的工業中心 現在呢要來到了是 是誰 喔 土耳其國父的臨請紀念館 他叫凱莫 其實這邊啊 出來以後啊 你就會發現到旁邊兩旁有 石獅子 一共有24隻 那石獅子呢 是仿造那種埃及時期啊 去雕刻的 那時候也是最強盛的一個時期 而且我發現到這邊 全部布滿了凍石 跟一些很像埃及的那種 感覺的圖文 壁雕 對 我覺得整個臨請室非常的優雅 酷的一件事就是 它這邊啊 是仿那種希臘神殿建造 那整個啊 原本希臘神殿都是原柱體嘛 那這邊的柱子都是方體的 代表他們把這個凱莫爾國父 當成像神一般的供奉 真的是蠻壯觀的一個景點 而且我覺得這景點 遠景看過去超漂亮 就是安卡拉的一個市景 在凱莫爾國父紀念館附近 就有一間好吃的沙威馬 都來到了土耳其 怎麼可以不吃吃看 最道地的沙威馬呢 我來吃吃看今天的午餐 過碗的那個 信念館覺得非常的餓 OK 這起來是羊的感覺 居然是用羊油炒的牛肉 嗨 這邊包欸 能包得起來就吃 這樣捲一捲就好了 嗯 你覺得滷湯好好喝喔 它好像有點酸奶的味道 然後它有鷹嘴肉的感覺 像香酸酸奶 嗯 好吃的米布丁 對 米布丁聽說是用隔夜的米做的 來吃吃看喔 上面有點焦焦的 有點微焦場 滿好吃的熱熱的 它其實跟歐洲一樣 歐洲的那個布丁都很軟 就是很水的那一種 在前往卡帕的路上 導遊帶我們來到了一家 土耳其非常有名的 Mado冰淇淋店 讓我們一起來試看看 到底真正的土耳其冰淇淋 是怎麼樣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我們來吃看看這一間 冰淇淋店 它叫Mado Mado 好我點了 巧克力跟草莓 來吃吃看喔 嗯 煮完的時候我覺得 它很有阻力 它好黏喔 就是那種土耳其冰淇淋 都不太會掉的 然後等一下到餐廳 就直接割下來這樣 它很黏 口感很濃郁的 而且我覺得它那個口感好細喔 不是水的那一種 就是它很像那種 起司融化為台西的那種 你看 草莓油脂 就是一點點的果肉 好吃 草莓味很重 現在我們吃開心果 來到這種地方 就是一定要吃開心果 它綠綠的這個 全部都是開心果人 開心果是清爽的開心果味 它是吃進去後面會蠻濃郁的 嗯 嗯 我覺得你的無花果被開心果的味道搶走了 那 無花果第二口就有無花果味 還是無花果味有一種 消糖還不錯的味道 謝謝聽懂 謝謝聽懂 在前往卡帕飯店的路上 我們臨時收到了熱氣球做不了的消息 看起來我只能啟動我的Plan B了 熱氣球做餅 還要不會欸 那我們蠻薯油수를放在包裡 我們是餐呢 甚麼是飯店的Buffet 蜘蛛餐不一樣 因為台灣蜘蛛餐很多料 那這邊自助餐每一道菜看起來都糊來糊去的 而且很多都重複了彩色 再去做其他的搭配 先來吃一下看起來很糊的黃色的東西 那裡面好像有豆豆跟馬鈴薯 算是南韻馬鈴薯泥 我覺得上可上可 這個很像牛舌拌一些留居蔬菜的食爐的東西 這牛舌好吃耶 這看起來不錯有蘋果 然後呱呱什麼的 這感覺是很健康 這個是要用那種非洲的東西啊 會有的它叫Couscous小米 我一般不是很喜歡 但是想說要看這個顏色試試看 但是很多的豆豆 不然我不知道該怎麼吃的 應該是還可以吃 但是就 我覺得要看合不合口味了 有些人可能覺得不太合口味 然後搭配麵包 還可以 吃飯 那我就先繼續吃囉 到底能不能坐上熱氣球 又會發生什麼事呢 下一集記得繼續追下去 那我們下集見 掰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 然後我剛才保證 絕對不是我放的 是我給你們放的 是我給你們放的 我們現在在土耳其 可以走一言不合 就轉台的路線 這只是轉人家 一言不合就轉台的 電視也要不錯 謝謝